目光转向伊朗 据金热罗斯电视台报道 伊朗海军司令侯赛因汉扎迪11月30号表示 伊朗已经开始批量生产一款新型潜射巡航导弹 它的性能会让伊朗的敌人大吃一惊 汉扎迪说 伊朗已经开始批量生产一款 名为JASK的新型潜射巡航导弹 这款导弹会配备到伊朗的潜艇部队 不仅如此 升级版的JASK-2巡航导弹 也在制造中 汉扎迪说 JASK系列导弹的射程 在未来预计将大幅度提升 这肯定会让伊朗的敌人感到震惊 虽然汉扎迪并没有透露 关于这款导弹的详细参数 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报道称 这款导弹可以从潜艇的鱼雷馆中发射 并从水中射出 今年2月 它曾在伊朗海军大规模军事演习中 首次亮相 除了这款新型巡航导弹之外 汉扎迪还介绍了 包括无人机 炸弹和水雷在内的 其他海军新型武器及作战系统 近来 美国和伊朗关系持续紧张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上月19号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进入波斯湾水域 据称 这是林肯号航母 自今年5月被紧急派往中东后 首次进入波斯湾 明镜云老师